各位網友,說回一些開心一點的東西,不是我,我有什麼好吃,好東西很開心,雖然那些盤菜賣得很快,快賣完,大家很快點賣, 還有麻煩大家加入Patreon,我的Patreon竟然是下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近來的view數不錯的,Patreon是有非常多的好處, 第一,現在有連載邊緣回網,有蕭蕭細語,蕭蕭細語說的話是非常好聽的,還有Patreon專屬,五元美金,大家快點支持一下,因為我請了很多人,我希望再把蕭HSHK電視台發揚光大, 尤其是現在,就是香港need a voice,香港需要一個聲音,而在香港的人是很難fulfill到這件事, OK,我們先講講,令我開心的東西,就不是我發了答,或者有美女投懷送舖,是講一些我喜歡講的東西, 這幾晚我都很忙,是追緊一部電影,追緊一部電影,沒看完的,48集,我看到第30集, 這個就是長安十二時辰,這個是早一年前的電影, 但是就是剛剛上Netflix,所以我才有得看,不然我就不知道怎樣看, 一年前有人叫我看這部電影,那我就看這部電影,那部電影是不是很好看呢, 我分開幾個層次跟大家說,第一, 這部電影的場面不得了,這個就是令我fascinating的東西,就是令我沉迷的東西, 他是描繪當時的長安,他故意展示了整個長安的面貌出來, 當然是戲劇化了一些,但是, 就是充滿了場面,不同景色的變化, 而他仿古的程度是相當真的,我會告訴你,他什麼地方不真, 但是他有些地方仿古的程度非常真, 那些女人的化妝,那些手勢,行禮都不同, 就是有個手指弓凸出來的,這個是真的這樣的, 一結別人說話,說yes就叫no,這個就是古代的制度, 他用了很多心機在很多細節上面, 而他是描繪12個時辰內的事,就是天保三年的上元節, 那天發生的事,在長安發生的事, 那個主角其實是,第一主角是長安城, 大家這個就是長安城,長安城早期是108個房間, 後來是109,有人說110個房間, 什麼叫做房呢,長安城跟後來的街是不同的, 後來的城市不同的,他是徐文帝所見, 就是他是分為一區區的,一個個大區的, 每個大區都是有長圍住的, 每個區其實都是住宅區, 哪些人住在哪裏,譬如說他有淮遠坊, 淮遠坊就是全部都是外國人在這裏住的, 我稍後會和你講外國人的因素, 他怎樣展示所有的長安當時的風貌, 做生意的店舖是集中在東市和西市的, 其實這個是, 這個長安和後來的辯良開封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長安根據陳仁國的考證, 他完全繼承了這個鮮卑族, 胡人的風族習慣, 是這個北朝南市的, 這個是違反了中國古代建築的原理的, 第二就是它是一個個框住的, 那些地方是, 不是可以前報後居的, 這個去到宋朝就打破了, 就是街, 後面就是住人, 你知道嗎,街和人就不分開, 那時候就是開封了, 這個就是長安, 大家看到他portrait出來, 那時候是登節, 他説是, 整個長安有各式各樣的燈, 是充滿了燈, 只是搞這些東西都不行, 搞這些東西不行, 又有大到幾條街那麼長的燈, 各種各樣的燈, 這個是令到你木迷五色的, 其實這個寫的那個人是馬伯傭, 說回幾年前, 他是由他同名那本書改成的, 是根據那個遊戲, 刺客信條, 那個遊戲改寫的, 他說如果你寫, 你會設定在哪裏呢, 他後來就說了長安, 其實這個人是寫一些想像式的東西, 譬如他寫過一本書叫做, 默克套溫與鋼鐵人, 他就得過獎的, 這個時候他就take up寫一部古裝的書, 這本書發生的年期, 大家知道是天保三年, 就是唐元中的, 將近到中末期的時間, 又未曾真的到末期的時間, 這個, 但是令我最好笑的, 就是, 你說這個簡體字的和害, 就是一個年份是天保, 寶是寶貝的寶, 而字幕全部寫保安的寶, 竟然天保一個這麼出名的年份, 人們是不懂的, 這個是個男主角, 男主角叫張小敬, 歷史上真的有這個人, 在歷史書上提過一次, 就是在安陸山的事跡裏面提到, 逼禁軍起義, 去逼唐元中, 去殺死楊國中的, 就有張小敬這個人, 歷史上就是這個記載, 這裏就寫, 這個就是第一男主角, 講他就是第一批的務兵, 你知道唐朝的兵原本是虎兵, 後來到唐元中的時候就變成了務兵, 就是請回來的專業軍人, 就在隆右那裏打了一輪仗, 守住城堡, 死剩8個人, 後來就回來長安, 長安城的萬年院那裏, 就是做不良稅, 這些名詞我也是第一次聽, 原來那時候有些人就叫不良人, 不良人是什麼呢? 就馬上壞蛋了, 不良人, 不良人就是那些古惑仔, 就是負責執行現在的成本的任務, 你知道嗎? 以及集差的任務叫不良人, 他是萬年院的不良稅, 統率這些不良人, 這個人就說他很掛念, 他對於他們那些同袍, 那8個人在手攏右回來的8個人, 就是好像兄弟一樣, 還有這個人當然是很英雄, 很好打, 很聰明, 這個是第一主角, 是說他怎樣去處理這12個, 他是個死囚來的, 而我首先說這部戲的大招是什麼呢? 是24來的, 其實真正的大招就是24, 竟然他是把背景放在唐朝, 唐朝會有恐怖襲擊, 於是就有一個Homeland Security, 就是有一個反恐部隊, 那個反恐的部門就叫做政安司, 政安司實際上處理的私城就是這個人, 就叫做李必, 他們用一套方法就叫做, 拿了全個長安, 這些全部假的, 這些是沒有的, 政安司是沒有的, 沒有可能的, 這個就找了全個長安的檔案在那裏, 他說有一套方法就叫, 有一個叫徐斌, 有一個人就發明了大案讀書, 其實等於我們今天的大數據, 他找了所有available的資料可以推算會發生什麽事, 或者什麽人, 或者誰在那裏會發生, 那就是用大數據來計算出來的, 而他們指令, 這些完全沒有可能的, 古代沒有那麽緊密的接觸, 他說整個長安就充滿了這些網流, 這些網流上面, 有些人守住的就叫做母后, 全部那些戰法很厲害, 首先, 好像閉路, 其實我們講到今天的中國, 如果現在上馬, 我怕他不能上馬, 因為是周期等於周街都是閉路電視, 他就有人在上面看下去, 一看到你追捕誰, 就射一些煙彈, 就等於那些人跟著去追, 然後他們傳訊是用這些方格, 來把它轉了顏色來傳訊, 即是傳承子達命令, 他們就懂得怎樣去解馬, 這一套這樣的東西, 中國從來沒有發明過, 全是假的, 不過我想馬伯蓉都不懂, 類似的東西, 在法國有一套, 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 拿破崙之前, 是用一個這樣的風頁, 他的手臂會動的, 你知道嗎, 用來轉字母出來, 你知道嗎, 第二套就看到是傳訊給全國的, 後來幾十年後就有了電報, 當然不用這套東西, 這套就是這樣傳訊的方法, 是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沒有的, 好, 我要說, 他是說在上元節, 所有人, 你知道平時是晚上不准人不上街, 因為宵禁, 上元就是傳聞出來一起可以看燈, 他們就想有一班恐怖份子, 就想在這裏襲擊, 那個計劃是不清楚的, 而那個李必, 我剛才說的那個李必, 就是歷史上真是有這個人的, 這個人後來做到宰相, 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又喜歡收道的, 他指揮這個反恐怖隊去追捕一班人, 那班人的目標不明, 後來這個目標是轉了幾次的, 但是在整個環節就在登節那12個時辰裡面, 他一定要在12個時辰裡面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不是整個架構是像24, 而他就找一個死囚出來去追捕這件事, 這個是美國劇集的formula, 他牽涉到很多細節, 譬如兵,妖騎,禁軍, 這些人, 我告訴你他怎樣的特色, 他裡面有一個懷怨坊, 懷怨坊裡面全部都是牽教的人, 有牽教的儀式在裡面, 牽教就是拜火教, 因為那時候中亞波斯最大勢力的都是拜火教, 又有警教, 即是基督教, 又有基督教, 又有鬼佬, 所以他是很international的, portrait出來的長安, 然後他有很多花車, 那些大的花車不停遊行, 這個就是全長安跳舞唱歌出名的, 叫做許鶴子, 就是明星, 結果當然愛上了男主角, 這個男主角當然是勇猛, 也有女兒喜歡, 其實第一個女主角就是譚祺, 譚香木的譚祺, 是個李必的奴隸, 愛上了男主角, 然後第二女主角就是淹香, 淹香就是一個, 其實就是死剩8個人的其中一個人的女兒, 好, 這個就是唐元宗, 我們要講講, 這個時候唐元宗大概其實是60歲左右, 因為天保三滅, 這部戲和其他的宮廷片不同, 就是他不講宮廷的, 講到皇帝很少的, 全部在背後的, 那部戲是由底下而上的, 是在追案的過程中, 體驗到長安的各種生活, 而他還講到長安有一個地下社會, 地下社會控制那個人, 是一個黑人, 一個崑崙奴, 那個人就是控制了長安地下的勢力, 然後又有些專業的殺手, 那些叫做手足狼, 一個這樣的勢力, 而當然你要做恐怖活動, 我解釋給大家聽, 他説這個在歷史上是不對的, 他是説有班人, 從西域那裏運送了300桶的石枝過來, 石枝就是石油差不多的東西, 用來弄了炸彈, 其實他們想怎樣呢, 先是破獲了15桶, 原來他有300桶, 是做炸彈, 首先唐朝沒有炸彈, 唐朝沒有炸彈, 火藥的記載, 在孫師廟那裏有, 但是沒有人想到用來做炸彈, 火藥用來做武器, 是去到宋朝的事, 起碼是去到殘旁五代的事, 是沒有的, 但是你做恐怖活動沒有炸彈, 怎麼可以害死很多人, 你知道嗎, 一定要搞一些炸彈出來, 他牽涉到的, 故事就是, 牽涉到朝廷的鬥爭, 但是他主要不是寫宮廷, 就是講一班太子對太子忠心的人, 有一個人叫何夫, 他全家被宰相, 右上害死了, 右上映射的就是李林浦, 這個他就叫林九郎, 故事就說, 唐元宗想把正事交給李林浦, 太子那班人就去反對, 反對李林浦, 兩邊就經常互相害對方, 李必的先生, 就是處理政安司監督, 三品秘書監那個, 就是影射賀茲章, 他就是太子那黨的, 他就有一個養子, 叫做何夫, 他全家死在林九郎的手上, 他就想弄那些炸藥去炸死林九郎, 你知道嗎, 先弄一些假的, 引一些叫狼衛的人進來長安城, 先由追蹤那些狼衛開始講起, 那狼衛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看大陸戲很猛烈的東西, 其實他影射的是突厥人, 但是又不可以說突厥人, 因為說突厥人, 就覺得是種族衝突, 因為突厥人就是維吾爾人, 恐怖分子是維吾爾人, 他又不可以, 於是就作一個名叫做狼衛,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影射唐朝的政治人, 但是沒有一個可以用證名, 你說多荒謬呢, 因為如果你一用證名, 他就說你不跟歷史了, 大陸就是, 譬如有高歷史, 楊貴妃又不敢給他姓楊, 姓嚴, 全部人都改了名字, 李林浦就叫林九郎, 全部就叫你猜誰是誰的, 其實是這樣的, 好,我講回, 其實這部戲, 製作非常龐大, 除了我說的是他創作出來, 古代是沒有這麼嚴密的組織, 也沒有大數據, 也不會有足夠的資料做大數據, 大數據一定要有海量的數據, 而當日的文件是絕對不可以構成到任何的大數據, 這個就是這樣, 當然炸藥那些都是過份的, 而且這條街也是太過漂亮, 可以告訴大家, 古代的街是髒得不順的, 無論是羅馬, 任何一個古城市都, 大家知不知道北京是髒得怎樣, 就是清朝的時候, 那些人把垃圾放在自己的屋前面, 於是屋前面就有十幾呎高的垃圾, 擋住屋, 要起一條斜路, 繞上去下來, 整條街是充滿了噴水, 骯髒, 我看那些回憶錄是, 全條街都是個個白的圈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全部是乾了的口水, 就是那些人吐了潭之後乾了, 在整個北京城埋滿了, 古代的城市, 你想像一下, 沒有今天的下水道, 沒有今天的秋水馬桶, 是會髒成怎樣, 我可以告訴大家, 絕對不是一個美麗的景象, 我告訴大家, 去到皇宮入面都是這樣的, 好,這段講到這裡, 好嗎,多謝大家, 各位網友, 人民超市的臘腸被大家掃空了, 現在又供應了, 但是因為我們是香港製造的, 工廠製造有限肉購重足, 如果要適合黃金肥瘦比率, 就是三分肥, 七分瘦的, 傳統的臘腸全部是這樣的, 試了無數次之後, 認為最好吃的, 這個就是鮮肉臘腸, 208元, 如果瘦一點, 你不喜歡這麼肥的, 就是八分瘦兩分肥, 600g, 就218元, 還有鮮腸, 用火雞,雞肝製造的, 鮮味無比, 600g, 現在208元, 最後, 我最喜歡的鵝腸, 我們的鵝腸, 入口金香, 絕不肥膩, 飯都吃多些, 現在600g, 是賣228元, 只要買兩盒臘腸, 或者鵝腸, 就送, Cell, Tanto, 紅白酒一支, 價值128元, 多買多送, 送完即止, 如果上去家, 打火鍋, 記得買, 寒豬, 梅花火鍋片, 300g, 原價69元, 現售49元, 再加澳洲和牛, M9火鍋片, 原價98元, 現在78元, 還配上日本港島蠔肉, 一公斤, 原價168元, 現在148元, 三樣買齊了, 已經是一頓很豐富的火鍋了, 最後還特別介紹, 日本北海道原背, 是SA尺碼, 北海道水產豐富, 原背生曬特別鮮味, 200g原價238元, 現在只賣168元, 想吃清淡一點, 就用這種原背來蒸雞蛋, 好吃又有益, 還有其他優惠, 請看人民超市網頁和Facebook,